你們的節目真的很好看 尤其是做直播很喜歡看 洗澡都要看著 可以這樣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又是我和Walk在這裡說說氣 如果大家想多些人一起在星期五 TOYS TV的Live 多些人一起聊聊聊的話 記得Subscribe Share Comment 還有給我們一個Like 謝謝 麻煩你剛才說了很多東西 是 那些是錄影的 是 那些是錄影的 前些出街 麥耀權導演和我們做了訪問 還在 我剛才說又不可以說 因為錄影了內容 保持神秘的 又不說得住 今天有第二個題目 我想再說一些更早期的香港 即是香港的特殊片 即是更早期的 可能大家聽都沒有聽過 跳飛機那隻怪獸算不算了 都算了 你有沒有聽過銀光二千 沒有 二千即是二千 沒有聽過銀光二千 這個都沒有 厲害了 即是二千年之後的東西 不是 不是 遲些再說 我想說一下 近期有 大家看一些 分享平台 Netflix 裏面有些電影 想跟大家聊一下 先說一套 這套叫做二星戰警 中文譯名 Annaz Annaz就是那個 我是未看的 未看的 Jay Lowe Jeneva Lopez 為何吸引我去看這一套 這是科幻片 為何吸引我去看呢 不是因為故事 因為我看電影的時候 我已經想看了 是 為何看電影的時候 已經想看了 因為我很喜歡 而這個二星戰警裡面的機械設定 我一路看的時候 我一路以為我在抵禁 它是不是裝甲服 就是最早期的 是 九成像 最早期就是高的人不多 那個 就是那個 是九成像 我看完之後 是否Tommy和Netflix 交通過了 我第一個印象是 我一路看了推廣的時候 我很想看 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早知我昨晚看了它 真的很像 但是沒有令你失望是機械 故事次搖 因為它裏面的power suit 其實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就是裝甲服 基本上它裏面可以說話 一定會是 難道 Jennifer Loebis自己裏面 自己裏面 即是有AI的 是的 這個故事其實都是 大家很多人都會現在探討的問題就是 AI再進化下一步 會變成什麼 變成什麼 變成就是 它要作主 它要作主控制這個地球 即是這件事 無數的 這麼多幾十年的科幻片 科幻小說 都在警告過大家 即是AI你再配東西給它 它就統治人類了 所以 所以這個 又是這樣 又是計作 這個題材很有趣的 他不斷由 阿洛舒華身體加上有些石棍紀元 你會變成這樣 你會變成這樣 即是研究到是怎樣呢 好像是 其實在四十幾年前 已經大家都會知道 AI將來會這樣 現在是先洗好大家的腦 先用一些軟性的 用電影的方法 洗大家的腦 告訴你 將來是這樣的 即將來會有喪屍 將來是會被AI統治的 將來AI會覺得 人類就是地球多餘的物種 先告訴你 然後慢慢就讓你接受了 是的 將來我們真的是多餘了 以前Matrix都說 人類就是地球的細菌 是啊 AI就是會這樣想 是啊 想想又好像真的是 是的 還有有一句話 在網上 最近很多人喜歡發揮的 就是說 我們本來以為AI會幫我們 處理日常雜務 騰出空間 讓我們去創作畫畫 寫小說 現在是AI創作畫畫寫小說 我們要繼續掃地 洗碗吸塵 我們騰出空間 我們要做雜務 我們研究AI做什麼呢 究竟 你依然是要自己洗碗 依然要自己掃地 是的 那麼 AI不會幫你通渠的 但是呢 畫畫 作歌 創作 小說 劇本 所有我們 人之所以為人最珍貴 我們現在拱手奉送 你問我 Rahat 我是反感的 不是成品 成品是沒有意思的 成品是對於看的人有意思 對做的人是沒有意思的 那個人做了那件事出來就完了 他就會做下一個項目 為什麼AI會盛行 現在叫盛行 大家都會聽到 萬千多人反對AI 也有萬千多人贊成AI 將這件事分門別類 什麼人是反對AI的 真正在做事的人 很慘 我很悲觀的 因為我給很多人 都首先留意到Mid Journey 即是AI做圖 在Facebook開始 一流行的時候我已經看到 真的很美 而我也很相信 沒有東西可以停止到他 縱使我個人是很反感 但我覺得這件事 在網上出現了 這件事就不會 大勢所趨 怎樣也走不了 誰反對用AI 就是創作人 反對用AI 就是在做事的人 反對用AI 什麼人是贊成用AI的 給錢人要創作的人 就是了 你留意一下 無論是外地 或者香港 電影公司老闆 就是他們為了 省資源 所以他們會大量投放資源 或者用更多AI 這個是真是一個 本末倒置的想法 沒有可能這樣想 你有什麼理由 你也有火 這個簡直是生氣的 有什麼理由 你用一個 就是 用一個錢 去騙殺了你正在做的 一個創意行業 你用AI就是不用用人 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行業 都是看商業 所以如果你贊成用AI 你不要說自己正在做創意工業 你不要說這一句 你說你做生意就行了 因為是兩件事 譬如你不斷在陪席 希望多些人進行 希望多些人進行 希望多些人做多些創意的事 但你同一時間 就是我們在騙殺這件事 其實兩件事是很矛盾的 不要令到自己這麼辛苦 你只說自己做生意就行了 那你以後找AI做 你找AI寫劇本 你找AI配音 你找AI做演員的樣子都行 其實是無所謂的 但是不要這邊 你又要說我要推廣什麼 那邊你就騙殺了 這是很矛盾的一個想法 支持AI的人 我都很喜歡聽他們的爭論 有時候都會令到你多了一些不同的角度 我聽過兩個說法 挺有趣的 第一就是譬如雷史 當初雷史是藝術品一樣高度的一件物件 全部都是人手製作 懂得做雷史的人是很尊貴的 而那件事是一代情傳一代的 在歐洲是一樣很高檔的藝術品 但是當機器做雷史出現之後 完全將那件事便是平價化 而平民化 那你從好的方向去看 如果你樂觀地這樣說 你就將那件文件真的很貴的東西便會平民化 另外那邊的行業是消失了 而創意 有那種工藝的人 其實他們不是失去了 而只不過他們要做其他工作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很多人都喜歡說 例如照片的興起是否當年代替了畫畫的人 但繪畫是否消失了呢 沒有 一樣是有人在畫畫的 但這件事可否就這樣套下去 AI的出現呢 我覺得不能夠直接比較 因為AI不是一個創作媒體 在我眼中AI不是一個創作 譬如攝影和繪畫這兩件事 你可以說某程度上當年人覺得攝影代替了繪畫 或者電視的出現 其實當年也有很多人說 電視出現就會代替了電影 但原來電影都沒有消失 不會因為電視而消失了電影 但AI其實它不是一個創作媒體 它不同說我不用油畫 我就用Photoshop 譬如我兩件事都說 但AI是完全另一件事 它將創作拱手給另一件事 它不是一個創作的工具 它是一個創作者 所以AI是 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本身就是那個創作人 你使用AI就好像你下柯打 找個平衡幫你做 在我的眼中 人們說你也要懂得用AI 你也要學會怎樣跟它溝通 學會要下指令 都是一門技術 有人會這樣說 但我覺得其實你要這樣比較 你就好像說 我都要找個私人來幫我做 或者我要找個攝影師來幫我拍照 或者我要找個插畫師來幫我畫這筆畫 那幅畫是不是你畫的 不是 你是給錢畫那個人 沒有人會說我給錢畫就等於我畫 雖然有些人會這樣想 但在我們一般人眼中 你給錢出去街外的人 無論你要拍一支相 你要作一支歌 即使你很多意見給了下去 我要那個插畫師這樣拍 或者我要這筆畫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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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經常跟一些人說 如果你現在有下一代 或者幾歲的那些 或者甚至乎想著會有下一代生出來的話 不用讓他讀書 真的不用讓他讀書 放棄讀小學 不是放棄讀大學 是連幼稚園都可以不用讀 你專心從小到大教他怎樣跟AI溝通就可以了 因為將來中英素理化根本不需要認識 他懂得跟AI聊天 AI就會幫他做所有事 然後你就自己去做家務 就是這樣的世界 你還讀什麼書 因為現在AI的開發者 他們很喜歡說其實這件事會幫到更多人去 首先他說會騰出創作者的時間 令到他更多時間去創作 另外就說他令到更多未必有那些專門技術的人 可以去參與創作 是的 但問題是當所有的創作都給AI的時候 還有沒有人去創作呢 是的 還有沒有 創作的意義還在嗎 首先AI不是創作 我剛才都說了 AI是數據分析 你會給越多數據 他越分析得多 他不會突然之間無中生後一件事 當然人的創作 你可以說他吸收了很多 譬如我看了十部電影 然後我寫一個劇本出來都可以這樣說 但他會有一些新的念頭產生出來 而AI就暫時未能夠 我看不到 因為他的基本概念是一個數據分析 一個大數據的年代 就是這樣 譬如說 AR講了那麼多 如說就有些 其實一講我 因為我積了幾年 所以我可以很多東西說 說另一套 這台真是推介一下 純綠寶貝 你聽起來好像笑錄斑比的那些朋友 這個我挺提議大家看的 因為他七集 每集半個小時多一點 他每集的長短是很飄忽的 半個小時至九個字不等的 但都是偏向於很快可以追悟 Baby Rain Deer Baby Rain Deer 這套 你可以說是一套寫實片 經歷片 又可以說是一套經歷片 或者他是真人真事 差不多沒有改編 就是男主角 男主角兼編劇 他自己的經歷 他就這樣放在劇中 他怎樣來的呢 首先他有自己的真身經歷 然後他首先改了一個舞台劇 然後Netflix的人看了之後 就提議可不可以把他拍成一個電視劇 然後他就自己寫了劇本 然後就拍成了現在大家看到的Baby Rain Deer 這套劇 如果你純粹從一個商業角度去看 他就有一套經歷片 需要介紹一下大概的故事說什麼呢 就是說一個叫做失意的男人 被一個跟蹤旁 女人 傷識了 然後不斷去騷擾他 就是這樣的故事 但是他從中引發了很多不同的章節出來 而這些裡面 是衍生了很多的問題 包括了你對自己的認知 社會的價值 或者一些 你為了你的叫做事業 你可以叫做犧牲什麼 又或者人和人之間的溝通 有很多社會上的議題都放在裡面 而慢慢令到你去反思 究竟你身處的空間 你可以做什麼 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你可以去研討這套劇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推介 因為我當初聽網上的人 大概開始介紹 說好看的時候 我都有點害怕的 我怕會不會一來太沉屈 大概猜到會是什麼 會不會是處理得好 很慘 但其實他雖然的故事是挺深入 說一些都是挺黑暗的 但是他的戲劇性 處理手法 就令到整件事保持著 有追看性和娛樂性 所以這件事是令到你 雖然那件事不是說喜劇 這套不是說喜劇 但是他是有娛樂性的 是啊 隔不中你就會有一點會心微笑 還有你會 啊 好 今天先講到這裏 另外迪雲申訴就問 看了《歌詩拉扶一味》 當然看了 我還沒看 我特意過兩天 我們主持人一起看 好 如果大家想星期五晚 或者平時都好 可以多點在一起 Toyz TV 聊天 不妨Share Subscribe 給個like 和給點comment 我們多謝 我們看那邊介紹些什麼 Toyz TV轉眼就有五萬個subscriber Toyz TV五萬人 是讀數的是不是 是買like的 你幫我上來看看 終於夠五萬人了 多謝大家支持 好 滿具TV 五萬人了 多謝大家 記得繼續捧場 Thank you 希望可以將這一份的樂趣 每一天和大家分享 2 woo一 大家一起感受 如果你還沒讚好,那你按個讚吧 每天都有TOYS TV 誰還沒讚好誰還沒分享的,記得 讚好 讚好